不久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鼓吹台湾问题不是中国内政的癫狂之声,发出了以官方层面否定一个中国原则的危险信号 正所谓,一犬废影百犬废生,受美国蛊惑误导 一些西方国家政要词后接二连三的跟风就台湾问题大放厥词 2023年的七国集团广岛峰会,接棒鼓噪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国际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还假惺惺呼吁和平解决两岸问题 一股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歪风正在美西方城市 美国可不只是在舆论上煽风点火 它还不遗余力忽悠盟友集体介入台海事务,实质性推进台湾问题国际化 近一段时间以来,欧洲部分国家同台湾当局在军事勾连、官方交往等方面小动作不断 德国教育和研究部长瓦清格成为26年来首个窜台的联邦部长 捷克被爆出将向台湾提供导弹发射车、自行火炮 并与台开展无人机技术合作 在我们周边,日本叫嚣台湾有势就是日本有势 宣称要在距台岛仅270公里的冲绳县石原岛打造距离台湾最近的导弹基地 韩国军机屡次降落台军用机场过境加油 菲律宾向美军新开放4个军事基地 其中3个基地紧邻台岛 美国拉紧与日韩非等双边军事同盟 加快打造AUKUS等小夺边安全机制 推动北约亚太化并计划在东京设立北约办事处 为未来集体介入台海冲突布局铺路 美国还直接跳到前台帮助台湾当局雇邦脱交 维系台湾所谓国际生存空间 美国共和党议员提出删除中国友邦经费法案 禁止向21个与台湾完全无往来的国家提供援助 其中包括8个与台断交国杀鸡井猴意味明显 美国助理国务卿在中国同洪都拉斯建交前 紧急赴洪驻台顾邦 为国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又酸溜溜表示 中方做过许多没有兑现的承诺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帕努埃洛下台前 突然公开鼓动密台建交 很难说背后没有美国影子 美国连续两年邀请台湾参加所谓领导人民主峰会 极力拉台湾挤进国际民主阵营 美国还伙同盟友上演八国挺台重返示威大会闹剧 凡此种种不胜美举 有了美国人的站台撑腰 民进党当局更加有恃无恐推进台湾问题国际化 蔡英文就职7周年讲话时 鼓吹应以维持台海现状作为各方最大公约数 吴钊谢网美花之流妄言 守护台湾就是对抗威权捍卫自由民主 就是避免台海危机影响全球供应链稳定 台湾当局还不惜违背经济规律 安排护岛神山台积电赴美国日本欧洲设厂 企图把自身和有关国家拴在一根绳上 此外台湾当局还热衷于在世界卫生大会 国际刑警大会 国际民航大会等多边场合蹭会 宣扬什么 台湾Can't Help 丢人丢到全世界 美台拉帮截火山炒 所谓台湾问题国际化 看似阵仗不小 实则外强中干 当今世界东升西降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山巅之城正在加速陨落 深陷政治极化 经济衰退 社会撕裂等多重困境的美国 深感难凭一己之力推进以台制华 不得不拉上帮手一起打台湾牌 私底下想的是分摊竞赢中国的成本和压力 对台独分裂势力而言 面对两岸实力差距持续拉大 祖国统一大势不断强化 他们自知时日无多 妄想通过绑架国际社会 携扬求生 加之明年将举行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民进党卖力提升台 国际能见度 打造所谓外交业绩 不过是为了延续绿色执政 服务自身政治利益 众所周知 台湾回归中国 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 开罗宣言 波磁坦公告 明白无误的要求 将日本窃取于中国之领土 如满洲 台湾 澎湖 中国列岛等归还中国 这不仅是对台湾属于中国 这一事实的法律确认 而且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确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在联合国代表包括台湾在内 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属于中国 这份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 得到182个同中国建交国家的承认 早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今天 美国却把自己当年起草的波磁坦公告 抛出脑后 明目张胆地支持台独分裂活动 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自己还口口声声要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这就是典型的自欺欺人 招摇撞骗 台湾问题从来都不是什么国际问题 谁炒作台湾问题国际化 谁就是在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尤其是国家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等国际法基本准则 就是在违反开罗宣言波磁坦公告等 奠定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政治和法律文件 就是在违反与中国建交所做政治和法律承诺 就是在违反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 和国际社会关于一个中国原则的普遍共识 但这种逆潮流而动 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举动 注定行之不远 试问又有几个国家内心 真正愿意坐上美国的以台制华战车呢 乌克兰危机的因见在前 其他国家会因为台湾问题 为美国人火中取利吗 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年4月访华期间 明言欧洲要避免因台湾问题卷入中美冲突之中 德国总理舒尔茨表示 遏制中国发展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澄清 菲律宾不会成为其他国家的棋子 也不想插手台湾问题 兰德公司近期研究报告显示 如中美在台海升战 美国在印太地区的12个盟友都不会支持美军事行动 今年世卫大会前夕 近140个国家发声反对台湾参会 大会再次果断拒绝少数台邦交国 关于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会的提案 美台推动台重返世卫大会图谋再遭挫败 那些要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 实现以台制华 斜阳谋独的迷梦做不了多久了 时代的车轮无法阻挡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不可逆转 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 必将随民族复兴而解决 蚂蚁圆怀夸大国 皮肤汉术谈何意 任何企图借拉帮结派搞台湾问题国际化 阻碍中国实现完全统一的行为 都无异于躺臂当车 挡不住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冚覆经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